爱留专访的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沈美琪 我是叶桐 我们在一起的机会不是很多 所以很稀罕 很稀罕 对对对 因为我知道白蛇传一直都是很受到大家的喜爱 我和美琪其实就好像感觉就是白蛇家族的一份子 因为这个戏本来也就是非常好 所以能够成为这个一份子我也觉得很好 也很支持 所以就参与了这个演出 我觉得我们这个戏一直就说是经典 但是我们在经典之余 还是很高兴能够看到有新的创者 可以说是优化了 传承了 这个九二的经典心白 所以我们都很乐意 参与这个事 印象深刻就是 怎么新版的小青这么幸福 他感情有挫折 还有个妈妈可以清楚 怎么我的小青没有呢 我觉得好可怜哦 你有个妈妈 我没有 想太多了你 对 想多了 有妈妈在身边 有个肩膀 你哭吧 你哭了舒服就好了 而且我会跟她说 这个是人长大的过程 每一个人都经过这个阶段 所以没问题的 失恋 真的是没问题的 我没这个感觉 没失恋的 就凭想象是怎样 我觉得他们演得很好 他们应该有他们自己的 的演出风格 我觉得他很努力 很用功 他觉得他演这个角色 有压力 其实开始弹这个戏的时候 我是很抗拒的 我说我要跟新版的小青 不能同场 因为经典的小青 太深入明星了 我说两个人同场 观众会说 你们谁是谁啊 那后来再更改更改 后来我想 既然我支持他们这个创作 那我跟小青有个关系 也是好的 然后我就 不聊 好烦啊 前面又说我不要 后面又说可以 所以后来我在 真的 女人哦 你不是女人啊 哪有啊 现在算不算 算 算 你好 我们又团圆了 你看 对手 对手 因为那个关系很复杂 他是我的媳妇 我不是人 哦 对 你也不是人 他是人 其实我们的关系 是基本上不可能碰上的 两条平衡线 新白娘子传奇 有帅哥 有美女 还有演技 大家一定要观赏哦 新白娘子传奇 竟然有一个这么帅的法海 你们会舍不得恨他的 很帅的 我们下期待 你还能担心 我会不会 这个人 我会不会 但没关系 所以这 我会不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